哈喽大家好,我是黎空 欢迎回到动漫推荐系列 今天要推荐的动漫是 仪女动漫 暮恋英雄 Peace of Truth 这部是由女性向攻略游戏改变而成的动漫作品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欢迎你帮黎空按个喜欢 或是留言你的想法和我们一起讨论改进 那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开始吧 暮恋英雄 Peace of Truth 电视动画改编自日本游戏公司 Kolly于2016年9月5日上市的一款 女性向恋爱手机游戏 暮恋英雄 Stand My Heroes 这款游戏主要是以悬疑恋爱剧情 加上少少乐小游戏的模式进行 电视动画于2019年的10月开始播放 在台湾由曼迪代理 全集一共有12集 每集大约都在25分钟左右 不过电视动画与游戏本身的剧情 医药、毒品交易有贩售、研发、搜查与取缔有关的相关部门 而女主角的任务则是招募来自警示厅、高中生、上流社会 甚至是黑色组织的各种精英人物 在这个过程中 势必会收到一些牵连和悬疑事件 那在这个过程中 就会开启与各个帅气男同事的恋爱路线 你的同事当中有天才药学家 企业精英 富二代等等的各种人才 有时候也需要和精英行警们合作 以上大概是游戏开场的部分 其实 动画内容无论是背景的故事设定还是架空事件都是一样的 不过在游戏主线上 根据玩家的进度以及攻略路线会展开比较详细的路线剧情 而电视动画版则是采取了女主角与较亲近的马曲部同事们 有基础的感情以后 以事件为单位 拓展其他部分的团体人物的大方向剧情 有点像是在玩游戏副本的感觉 所以 没玩过游戏的状态下 在看动画 很容易一开始会进不了状况 因为庞大的男性角色背后 当然也都有各自的细节主线故事 等着玩家们解锁 所以 如果熟悉每个人物的状态下去看动画 想必对玩家来说 是非常心动的作品 因为 以女游戏故事改编的动画来说 我认为 电视动画角色还原度已经算是非常好了 而且人物身忧很豪华 直接采用了与游戏当中一致的身忧阵容 不过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 太烧经费 女主角的身忧表现得就较为僵硬 电视动画中 跟着女主角接到一连串高层的招募指示 在这个过程中卷入了各种悬疑事件 使得各个组织中的帅气男性角色 与女主角相遇并产生各种的合作关系 不过 由于人数众多 加上动画并没有以恋爱为主线 所以每个人物都是点到为止 就是为了让看动画的你 挑老公才制作这个的啦 整个动画剧情的氛围还是以悬疑风格为主 整体气氛营造出各种有魅力的男性角色 透露他们各自的蒙点以及成长背景 让玩家知道以玩家的角度来说 动画结果算是令人满意的程度 剧情编排的整合也在宣传游戏的目的中 与故事逻辑之间保持了平衡 不过就动画品质来说 分镜切换的比较僵硬 剧情大多是依靠人物的对话解释 然后再推进 大多的时候都是事件发生 然后搜集情报 接近角色 说服 然后继续搜集下一份情报 无限重复循环 以动漫剧情来说会较为空洞 但音乐游戏本来就是靠着对话推演剧情 再加上精彩的故事总是在每一个人物背后 所以想要在不透露太多剧情的情况下 也只能这样做了 不过我相信制作公司的制作目的已经有达到了 在动画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女主角偶尔会出现一些让观众比较傻眼的小细节 比如说第一次去探病没有敲门 对根本不熟的人直接做身家调查等等的行为 有一些不礼貌 但是因为后来的剧情中 女主角又有记得要敲门了 所以我认为可能是制作方的失误的几率比较大 但是女主角的成长也是看得到的 在动画的部分甚至在开头和结尾做了呼应与改变 从不顾一切容易鲁莽行动 一直到理解他人的正义 并在原则与正义之间取得平衡 中间剧情也有明显的自我成长 听一些资深的老玩家说 游戏中的女主角似乎比动画的更加讨人喜欢哦 哦对了我还发现一个bug 如果女主角的特别之处是因为她拥有抗药体质的话 那怎么会把她放在前线呢 应该让她去什么研究部门才对吧 因为她有抗药体质 不代表她就可以接受物理攻击呀 只要坏人挥一个拳头 她就被打趴了耶 这样太危险了吧 完全放错重点啊 繁体中文版游戏似乎是从2019年在台湾上线的 网路上找到的评价普遍都很不错 而且在日本木链英雄甚至与饭店合作 推出了主题房间 黎空我个人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去先玩游戏再来看动画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基础下 看动画一定会让你更加的有代入感更共鸣 而且主题曲非常的好听哦 最后在这部影片结束前想跟大家分享我一个看法 其实在仪女游戏中 为了设计出许多有魅力的男性角色 基本上人物的个性 外表 背景设定 行为风格与画风是有一定的基本款的 在每一个仪女游戏中 就是有固定的类型角色 因为这就是最受大众欢迎的标准配备男主阵容 所以哪个角色跟谁很像 谁抄写了谁这样子的留言内容 老实说 在未经查证与事实的考核之下 我认为这对角色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因为你认为的想谁 可能只不过是你刚好知道这个角色 也或许他比较有名 又或许你刚好只接触这个角色 我相信任何一款游戏开发过程中都一定会做市场调查 参考与设计 如果真的有抄袭 那也是公司与公司之间要透过法律去提出证据去解决的事情 欢迎大家在对的地方对的场合理性讨论 更何况很多时候 日本游戏公司的游戏都是早好几年前就开发出来的 光凭人物风格 个性就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每个角色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算设定很像 但设定只是设定 他有自己的故事与个性 难道你会说 世界上只能有一个 留短头发 喜欢粉红色 父母双亡的傲娇富二代吗 当然 我也知道多数人纯粹只是抱持着热情的心态 想要和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角色或是感受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注意自己的用词 减少偏离主题的机会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的享受自己喜爱的游戏与角色哦 好啦 以上就是这次的动漫推荐 如果有任何补充资料或是想法 非常非常欢迎你留言 我很愿意与你讨论 希望每个人都能开开心心的看动漫 玩游戏 你有玩过这款游戏吗 最喜欢哪位男主角呢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可以帮离空按个喜欢 跟加入脸书同好社团 或是追踪我的instagram 有任何资讯或连结 我也会放在资讯栏 以及我的blog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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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资讯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讯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